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 母爱可以用很多褒义的修士词来形容 比如无私 圣洁 温馨的港湾等等 我们也会用母次子孝来形容一家人和谐的相处氛围 但这种修士是否是绝对的呢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讲述者哈哈姐 她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 哈哈姐自幼家境贫寒 父亲嗜赌 在哈哈姐的记忆里 父亲没有承担过多少养家的责任 母亲成为了家里的支柱 从哈哈姐记事开始 她的母亲势必公亲 含辛如苦 对一家人的照顾完全可以用尽心尽力来形容 在所有人看来母亲都是非常无私且伟大的 但是即使这样 哈哈姐从小就感觉 好像有哪些地方不对劲 在她的头上似乎总有一块无形的天花板压抑着她 影响着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当时年少懵懂的哈哈姐并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 直到她遇见了一本书 我叫哈哈姐 74年出生的 今年已经48岁了 祖籍是浙江千岛湖的 居住在上海20多年了 出生的时候是住农村 然后我有个上面一个姐姐比我大两岁 下面有个弟弟比我小四岁 我妈是特别勤劳的一个中国的传统那个农村妇女那个时候 也能吃苦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妈到那个隔壁一个村 就是可以榨油的那个东西去摘 我也叫不出什么名字 她每次都要比人家摘得多 人家摘一代她就要摘两代的那种 基本上有时候摘到天黑 包括家里的养的猪 她都比人家多养几头 然后人家都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勤劳啊 然后这个那个村里呢我妈这属于非常有知名度的 因为她本身也是属于那种外向活泼 长得也漂亮 就是说生活上她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应该说我们三个都是我妈妈 从吃喝拉撒到照顾读书的关心 就是说她都是全个重心 都是孩子都在家庭身上 但是对我姐妹三个都特别严格 最严格的应该是我弟弟 你们望子成龙吧 那就是我弟弟已经读初中准备中考了吧 我弟弟不是还爱玩游戏吗 然后又喜欢出去玩吗 然后我妈就把我弟弟拉到那个 我们有个叫新疆大桥 拉到水口要淹死他 就是说意思是说我就要给你压力 你才考的成绩好 我记得我弟弟是蛮囚牢的 意思是说妈妈我会努力的 我会好好考成绩的 反正就不要淹死他 就这样子 我姐小时候从小给她斗 然后我姐爱出去跟人家玩 我因为我妈从小是打人的 我妈回来有时候就会打我姐 我妈打人蛮狠的 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在我姐身上 我应该在肚子里头就弄死你 那我姐从小就有阴影了呀 所以他们现在到现在关系都非常不好 我母亲属于典型的这种情绪 很不容易控制的 就是很容易情绪爆发 然后控制力非常强的那种 已经快高考了 我记得很清楚看一个电视连续剧 叫八月桂花香 最后几集了 我其实很明白 看完了这个 我也很自觉的去学习 而且本身一直也很自觉 很努力的去学习的 从小就这个习惯 不需要让我父母操心我 我这拼死拼活努力 成绩都不好的那种人 我妈本来就知道的呀 只是觉得我这个几集看完了 就心安 然后我妈就不让我看 火得不得了 她就拿我的头转墙 拼命的往墙上撞 记得很清楚 她说你要看是吧 你看我要撞死你 你看我就撞死你 你看我就撞死你 我是 我妈怎么打我 我是不动的 哭得死去活来 当时很恨呀 很难过呀 我就不记仇啊 睡了个晚上 第二天就好了 照样开开心心的 该干嘛干嘛 妈切妈好的 交得清得不得了 因为我觉得我妈也 失贴是确实挺苦的 就像她自己老师 动不动命苦 她喜欢说命苦 为了我们子女 确实是 呕心沥血了一辈子 付出了一辈子 所以我觉得 我有义务 有责任 照顾我妈 我姐不做事 喜欢外面玩 我家务时都是我来 我帮我爸爸洗衣服 帮我妈妈洗衣服 会烧饭 会做家务 我印象就是没有抱怨 首先我的衣服 都是我妈给我姐买 我姐不穿的 就给我穿 我没有怨言的 然后吃的 我妈烧什么 我吃什么 我听话 我妈说冬我不吸 我妈说南 我就不北的 在哈阿姐的成长环境里 小孩子顽皮犯错 是会受到严重的 情绪化的责罚的 而哈阿姐从小 就是家里那个 最听话的 几乎不犯错的小孩 她一直用积极的眼光 去看待他们的家庭关系 而姐姐和弟弟的顽皮 也让她很心疼母亲 哈阿姐知道 母亲确实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女人 所以自己有义务 帮母亲分担这份辛苦 但也正是哈阿姐 这种习惯性的 听话和顺从 让母亲对她寄予了厚望 随着哈阿姐慢慢长大 她感觉到了 母亲强加在自己身上的 巨大压力 母亲开始不停地 告诉哈阿姐 希望她成为一个 怎样的人 因为我从小懂事嘛 我的母亲把希望 越来越大之后 我就觉得我妈 把她一生没有完成的希望 希望在我身上 一个是读书 高考之后 然后我妈又让我 跟我隔壁的一个 不算是发小吧 反正邻居 她说让我陪她女儿 一起到北京 读了个成人大专 隔壁的邻居 她学的是财务 因为他们几个姐姐 各个都是银行里做的 爸爸也是银行里做的 她说学财务以后 小姑娘好找工作 她就一定要我选这个专业 当时我报的营销 第二个是法律 我妈又没有概念 她说不行 一定要学这个专业 学财务 反正这句话 永远就是再反抗 再怎么样 总归她是对的 她说了算 那个时候我们家亏损 做生意已经亏损得很厉害了 借钱就让你读书 一心一想把你培养成凤 反正就是说 我妈对我的期待 那是超乎想象的 我是97年7月份毕业的 其实我是不喜欢老家的 我甚至从来都真的不太想回去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资源 家里条件也不好 然后我妈一直说 让我考那个税务局 那几年刚好要对外 招一些考税务局的 我没考上 她也没办法了 我就再到上头打工了呀 大概半年 一年不到的时间 我就到深圳了 那个在深圳我做销售了 97年我姐可能到上海来了 98年跟我姐夫结婚了 在上海了 我妈一直在上海 她很喜欢上海 她想待在上海 妈意思说 年纪大了要谈恋爱了 做销售不稳定的 经常打电话 她说你一定要到上海来 首先你得找工作找老公 语气狠狠的呀 我妈本来就喜欢威胁的呀 就是发狠话了嘛 她说你不来上海找老公 脱离母女关系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脑子里 那当时是很难过呀 我就说我在这里 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了 然后业务也在做了 本身我就喜欢做销售的 那个时候我在广东 有一段有可能发展成恋爱的 有一个这个事实在里面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那个男的其实蛮有素养的 我也不瞒你讲他的 天天给我写一份情书的 其实蛮有文采的 人长得丑 加上我妈也反对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嘛 我99年2月份来上海 尽能介绍 那认识了我这个现在的老公 99年11月份的最后一天 上海天很冷 我们从7点钟还是7点半 坐着茶室里聊到11点半 当然我这个人比较好味 人是爱说话 他就听 所以第一面就是这么见的 比较感情就比较顺其自然了 他的经济条件属于差的 但是他有个稳定的工作 我严格来说 我们姐妹三个 从小就属于 几乎是没有父爱的 那我老公属于那种 体贴温柔型的 然后关心人型的 我当时我母亲的态度 也是很满意我老公的 因为首先他们家房子 不是那种上海的石库门房子 就小便啊大便都是要到的 那他们家有独立的小工房 独立抽水马桶的 虽然只有四十几个平方 至少有自己的房子 后面发生的故事就不满意了 2000年悉尼奥运会 然后我妈照顾的 那个中典工的那个婆婆 她儿子女儿都在澳大利亚 在悉尼 说要把我介绍到澳大利亚去 因为我长相也还可以嘛 然后性格也很好 我妈就很心动了 然后我妈就干涉我了 就让我跟我老公分手 澳大利亚好 有钱 可以我出去了之后 可以带我妈出去 我可以带着她去享福 这是原话 我有心动的 我说实话 因为这上我妈 毕竟做保姆 做中典工 其实条件是很差很差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上海那么冷的天 我妈做大概五六家的中典工 你想上海的阴天是很冷的 跟人家保姆 不是热水洗衣服的 都是冷水 所以我也想通过 这个经济条件 改变命运的 后来因为跟我老公谈恋爱 也一年多时间了 然后感情很深 虽然我妈反对 到了那个地步 其实是不想分手了 我就坚决地想交给我老公了 她就说 你自己要嫁的老公 干嘛以后你日子自己过过好 就这样 习惯听从母亲的哈哈姐 做出了人生当中 第一个自己的选择 她终于脱离了母亲的控制 变成了自己小家庭的主人 但是也正是这个选择 让母亲认为 她们错失了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 从此 她愈发地对哈哈姐的老公不满了 其实在小家庭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 哈哈姐还是觉得非常幸福的 她和老公两个人一起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活 虽然日子不是大富大贵吧 却也平静美好 她们还在2001年生了女儿 当女儿开始读小学的时候 哈哈姐在上海积累到了一定的人脉 准备了自己创业 她也愈发忙碌了起来 这个时候母亲提出 想要住到哈哈姐家里来 帮助哈哈姐照顾女儿 和哈哈姐小的时候一样 母亲这次依然是鞠躬尽瘁苦耐劳 不仅承担了买菜做饭的责任 还天天接送外孙女 但也是从这之后 母亲的挑剔和控制欲 就像肆意生长的藤蔓 捅破了哈哈姐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 逢年过节就是我姐我弟弟吃饭什么的 就是我妈烧 然后呢厨房弄到一塌糊涂 比如说烧好一个菜端出去 我老公就会拿个插布会卡 然后等我妈进厨房呢 我肯定是看得不舒服了 我这里还没做完了 你我妈属于那种 比如说烧十几个菜 就摊到一塌糊涂 那我老公就觉得 你烧一个弄一个就弄干净一点 就是说即时处理的那种 那完全不掉不在一个频道上 然后就经常因为这个事 那我妈就跟我老公会吵架 这个家一定要他做主 我老公也得听他的 我更得听他的 他没有概念你是男主人 记得有一次就是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带他去旅游 我一家三口 加上我妈到青岛 没想到给姐姐买一包虾皮 跟我吵得天翻地覆 说我老公小气 其实不是没想到 就是很多事没有那么细腻 就把责任都推过老公 就跟我老公吵 因为他对我老公 左看右看 反正就也不喜欢 就看不起我老公 一天到我妈 我老公小男人 因为我妈也是属于口无遮掩 说话从来不顾产地的 在我们小区 在我们纪委会 都说我老公怎么怎么不好 我女儿怎么怎么不好 但我也没跟我妈去计较 甚至说要上上海电视台 要评个礼 我这个多苦 嫁到老公也不好 培养这么好的一个女儿 你看嫁给这样上海老公 被我老公带坏了 但是人家听下来 他说你女儿 女婿不是挺好的吗 然后就是因为经济啊 就为了钱产生矛盾了 我姐本身学历低 工作也不好 所以说我妈不要我姐的钱 我从来没有一记怨言 弟弟因为是男孩子 老婆能力也差 弟弟赚钱的能力呢 应该是也没我强 然后又比较懒 我妈就觉得 弟弟要要的 但是要的没我那么多 从小我对你希望最大 所以我都要你的 是理所当然的 你也觉得不能反抗的 记得有一次 应该也是为了钱 原来正常比较到一千 他费要两千 对我压力也大 我说我赚多少钱 我都是用在家里开销 孩子要服养 但我老公赚钱能力 是比较差的 还有公司的人要开销 要养 刚出来创业是最困难的时候 我说我是高兴出的 我当时我觉得太高了 我付不起 我就说我给不出来呀 我妈说话是也口不遮掩的 她说我是畜生 说我白眼狼 反正怎么难听怎么说了 她就觉得你是我女儿 你是我身上掉下的肉 你是我培养的 你所有一切都是我的 她是一直这么说话的 然后越吵越厉害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我说你真的口口声声为我好 是为我好吗 吵完她就突然过来 她就抽了个光 像说左脸 她就说大死你呀 那个脸上的通红 她眼睛笨得很大 她也蒙掉了呀 她也知道自己不对了 但是我就伤心了呀 我就跑出去了呀 哎呀就是委屈 我就觉得委屈 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妈 她从来没问过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特别的委屈 我说我付出了这么多 怎么永远得不到我妈的理解 这么多年都 也习惯了 委屈委屈哭啊 那这一点我很好 她打完之后我一遍哭 然后肚子了 吃点东西把它又好了 在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 母亲不仅试图得到 这个小家庭的掌控权 还时不时地用粗暴的语言 讽刺 挖苦 埋怨哈哈姐和她的老公 这样一地几毛的生活 逐渐让哈哈姐感到窒息 她感觉和母亲的关系 好像变成了一根 让她疼痛不已 又无法拔除的刺 牢牢地扎在了她的心口 而在哈哈姐从小 接受的教育当中 她知道 好孩子是不应该 违背母亲意愿的 也不能恨妈妈 对于长辈 我们需要做到的是 尊重和顺从 如果做不到 在外人的眼里 自己就会被扣上 不孝的毛子 所以这让她对自己 又多了一份责备 就在这个家里的矛盾 一触即发的时候 卡哈姐在 《梵灯讲书》上 听到了 《母爱的羁绊》这本书 作者卡瑞尔 麦克布莱德博士 是位临床心理学家 他总结了自己 近30年的临床经验 结合了数百个 真实案例和亲身经历 写出了母女之间的那种 相当复杂的羁绊关系 这里面有冲突 有矛盾 有曲折的情绪 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甚至还有隐藏的怨恨 这之中的情感 完全不是一个爱字 可以概括的 读完这本书之后 哈哈姐有了一种 如释中赋的感觉 她明白了 扎在自己心口的 那根刺是什么 那正是母亲 有些扭曲的爱 而且哈哈姐知道了 不是只有她一个人 有这样的困扰 这种现象 其实很普遍 在很多子女的生活里 最大的爱来自母亲 而最大的伤害 也来自母亲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 关于自恋型母亲的 关键概念 哈哈姐看完之后觉得 这就是自己的母亲 而哈哈姐也没有想到 这么一本书 即将成为 改变她们母女关系的 关键 自从15年加入了凡顿读书会 然后就听到这个母爱的羁绊 就是比较早期的读书会里的书 现在我印象中应该有370-80本书了 然后每本书都有每本书的使命吧 很多书反反复复听 但是这一本母爱的羁绊 是影响对我最大的 听到她这本书 我就越听越觉得 我们这个家庭就典型的自恋性母亲 就是这里面的情节啊 理论啊 都是非常吻合 非常契合的 比如说这个人群当中 以她一焦点 然后以她为核心 她的思路 你得听她的 你家里全部要围绕她转 都很典型 控制我姐 控制我 在书里 作者试图告诉我们 母爱并不是无私的代名词 所谓自恋性母亲 她们最大的特点 就是希望别人 遵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并且通常缺少同情心 不愿意了解 或者认同子女的感觉和需要 经常表现出傲慢 目中无人的行为或者态度 其实不过去母爱的外衣 这类母亲也有自私的本性 无法为自己的儿女 提供无条件的爱和情感支持 这类母亲非常关心子女的生活 试图影响 控制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 小到穿着打扮 行为言谈 大到重要的人生选择 她们的孩子 几乎没有自我成长 或者是发现自己天性的空间 在很多方面 都成为了母亲的附属 在剖析了 自恋型母亲的特质之后 这本书还给哈哈姐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让她可以试着 主动改变现状 首先作者告诉哈哈姐 过去的一切 并不只是她的错 当她觉得痛苦的时候 是有权利自私一点 提出反抗的 于是哈哈姐决定 为了自己的小家庭 做出一些尝试 当时是我妈摔到了脚 因为一些鸡毛蒜鼻的事 吵就在我家 跟我老公又吵架了呀 吵了我妈居然把我老公赶走 赶出去 因为这边是妈 血弄于水对不对 我毕竟是她培养的 这边是老公 那以后要共度一生 共度余生的一个男人 然后这个时候 我出来表态了呀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这个是她家 我这里最多有一半 我说你怎么可以赶她走呢 我说你不可能不尊重我老公呀 因为我老公是这里的男主人呀 他会很生气 但是我坚持了我的想法 我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 然后我站着我老公的立场了 以前我没有的 所以我老公也很伤心 很难过 他就觉得你永远就 被你妈牵着鼻子走 我是第一次这二八戒 跟我妈正面的冲突厉害之后 站着我老公的立场的 虽然这一次哈姐 并没有得到母亲的理解 但是她总算是 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 在这本书中 除了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外 作者还主张 让子女努力从心理上和物理上 从母亲身边独立出来 通过减少接触 把自己从围着母亲转的状态当中 解脱出来 当然大部分的母亲 是不接受这么做的 但我们需要用温和的方法 坚守并且重申自己的底线 直到母亲弄明白为止 母爱的羁绊 那就是这个方法最好的有一点 就是说跟母亲产生距离 不要住在一个屋檐下 有一些小事不按着母亲的想法去做 这么多年 我在外面上班 做业务 我比如说跑了哪些客户 我卖了多少东西 赚了多少钱 拿了多少提成 我都要跟我妈说的呀 外面吃了什么东西 就是我习惯性的会向她说 那养成这个习惯了 一次半会也改不过来 这么多年了 现在不会了 现在我逼着自己慢慢再改变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尽量不要住在一起 你想平时做客 比如住个一个礼拜 一个月或者多少时间 都问题不大 我妈是不接受的 就为了这些跟我吵 说我没良心 说我良心被狗吃了 反正怎么难听怎么说吧 是那个女儿白养了 白培养了 就这样 我就根据她梳理的呀 首先坚持自己的原则 然后你有问题 你不像以前 不敢说 不敢表达 那现在比如说我有想法了 我可以直言不讳的 跟我妈说 我要考虑到我的孩子 跟我的家庭 我说老娘 我说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两个人在一起 就像刺猬一样 你刺我 我刺你相互伤害的很厉害呀 真的对我女儿也不好 对我也不好 我说老娘 我说你觉得这样开心吗 这个她听得懂 后来2015年之后 没待多久 因为她不是找了个老头了吗 那个老头是非常喜欢我 非常欣赏我 说我很孝顺 只是我妈 蒙蔽了眼睛 看不到我的 然后她就劝我妈回去 她说毕竟我成家了 我有自己的家 我有自己的孩子 这个家才是我应该为主的 不能再像以前 因为她都看着眼里 后来我妈也就回去了 金钱上 我是一直在补贴的 跟母亲分开住之后 距离让哈哈姐和母亲的关系 得到了缓和 在冷静下来以后 哈哈姐开始尝试理解母亲 并且接受母亲的不完美 这也让她释怀了不少 就像书里面说的 即使是心怀好意的母亲 也有可能做坏事 不经意间伤害到一个无辜的孩子 而最有可能影响到母亲 对待子女态度的 就是她的原生家庭 哈阿杰想到 她的母亲 很可能也曾是一个 不被理解的孩子 跟我母亲分开之后 我就觉得 我心理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以前毕竟因为住在一起 心理压力很大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跟我母亲分开住这几年 已经越来越觉得 这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有感空意 我的人生完全我自己做主 而且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喜欢去做的事情 不管是工作 还是生活 还是交朋友 越来越好 状态也越来越好 母女之间的相处这块 我这个羁绊 慢慢慢慢卸下了 这个就是人家说 距离产生美的一个原因吧 就会现在越来越 站着她的角度 因为要达成和解嘛 一旦分开了 我更想到她的好 更想到她对我的付出 更觉得我妈 越来越不容易 以前也会忽略她 我们是70后的 50年代60年代 那样的父母 好像很普遍 我妈应该是 受我外公的控制 因为我外婆跟我外公 大概我妈三岁 他们就离婚了 我外公那个时候 能在农村杀猪的 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没让我妈读书 我妈很想读书 因为我外公也没文化 所以她从年轻的时候 就怨恨我外公 然后我妈意思说 我外公就那个时候看着我爸爸 长相还可以 然后又有个木匠活 然后就让我妈跟我爸在一起 时代的烙印是每一代每一代都有的 外公那个年代对我妈的影响 就是包办婚姻是很普遍的 然后我妈当时说 说我爸也挺懒得不肯 我外公就逼着他们在一起 反正就干涉特别多 我有印象特别深的 他就说都是你外公呀 不想跟你爸爸结婚的了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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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对他产生了伤害 加上我爸爸确实是个 不负责任的父亲 然后后来我越来越来理解他了 他也是个受害者 因为今年上海不是疫情吗 封了两个月 我就突然特别想我妈 特别想去看我妈 然后我一说我去 我姐姐就一起去 然后我们三个就开着车回去 去看到我妈 我就陪她 我帮她做家务 打扫卫生 烧饭 首先她非常开心 然后在哪里都是我好 很明显的 就是说我妈也改变了很多 她说话没有像以前 那么的就是说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会问你 你最近好不好啦 或者跟我老公的关系好不好啦 笑容也更多了 家长的行为模式 会通过耳濡目染 传给下一代 我们的父母很多 又来自于一个遭受过剥夺的时代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内心里留下来的 银耳未查的创伤 会让他们不自觉地 在孩子身上寻找补偿 于是扭曲的爱就这样 成为一种痛苦的遗产 代代相传 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自我觉察之后 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择 而不是只跟随着父母的行为模式 在读了这本书之后 哈哈姐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让女儿承受这种痛苦了 母爱的羁绊应该从她这里结束 母爱的羁绊这本书呢 就是说把爱无条件地给的孩子 像我们这个父母 他说等于对儿女是有条件的 那我对我女儿是完全无条件付出的 我几乎没在我女儿言语上说 我培养你 你以后要报答我的 我注重的是身心健康 有很多妈妈注重的可能是成绩啊 漂亮啊 我是注重她的实际的心理需求 比如说她读书 她都已经在上海能上个二本了 她说她想去日本留学 OK 在我自身的经济条件能允许的潜力下 我尊重你 OK这是你的路 你自己去学 是我女儿出去 尤其在东京 花要花很多钱的 我经济上也有点坐镜见走 但是我也在努力的拼命的在赚钱 然后培养她 我几乎没有这么想过 我在我女儿身上付出这么多 以后让她来回报的 羁绊的关系 我可以终止 我女儿选这条路 我就希望她自己收获自己美好的人生 而且这个人生的路 都是她自己去想要去走的 是她要对她自己负责任的路 而不是妈妈给她选的路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凡灯读书和故事FM联合出品的播客节目 如果没有书 我是主播艾哲 本期节目由珍宜制作 声音设计孙泽宇 策划沐园 野补 项目统筹 Isla 项目执行 大洋 项目监制 泰勒 现在打开凡灯读书APP 搜索书有故事 即可领取七天凡灯讲书VIP P听书卡 唱听凡灯 京奖书集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